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稍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 另外高雄大家关注的正妹女警 我们找到她了 而她的感情状况 稍后也会一起来告诉大家 那今天呢 大家最关注的还有00940 今天是申购的最终日 但是有一名女子 居然是因为买不到 就怒吼20秒 所以今天的新闻头条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到这名女子 最近这个00940 可以说是在全台湾 掀起了抢购的热潮嘛 没错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 没错 今天就是最终的募集日 那最近呢 网路上就流传了一段影片 就可以看到有一名女子 她一次是因为买不到 申购不到这个00940 就忍不住的向营业员怒吼 要求要退还她20万元 这段影片有20秒长 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一名女子脱下口罩大喊 你叫我立刻会20万 我礼拜一早上9点钟 我就会了20万 现在我的钱还给我立刻 这名女子疑似是因为不买营业员 没有办法帮她成功的 申购到00940 因此按耐不住情绪 直呼 你现在没有办法申购 什么时候可以申购 你又不讲 因为你们一直不跟我联络 要求营业员要退还她20万元 而00940引爆申购热潮 虽然申购期限是到今天 但是玉山证券在13号就已经先公告 停止受理申购 与元大投信同属于元大金集团的元大证券 也在同日的深夜公告 3月14日起开户不保证完成申购 没错那今天就是这个00940募集的最后一天 因为它4月1日才要挂牌上市 那么在脸书就有一个号称 先创起来放的00940自救会 我们看到没错 而且其实它目前在昨天的时候 人数一夜是冲爆了超过5000多人 那我们在刚刚开播的时候 我还有是用手机查了一下 现在呢此时此刻这个社团人数 已经突破了1.2万人了 哇居然有1.2万人 先买了申购了这个00940之后 就先加入了自救会 对就是先啊 反正先进去再说 如果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还可以就是大家可以讨论 有1.2万的这个成员可以跟我一起 没错没错 那其实呢就可以看到说 它跟这个挑战轻易规模的00940 是同步的成长 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哦 是那的确 现在有1.2万人 在加入这个自救会之外 其实网路上也有两派生 有人说要加入00940 有人就说 其实不急着上车 那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知名团购达人486先生 陈炎厂啊 他就表示说 其实这几天很多人都问他说 你有没有买00940 或者是00939 那他就直接回嗆说 没有啊 我白痴嘛 现在股票已经2万点了 如果现在进场 未来可能会很危险 陈炎厂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很多人都在问他有没有申购00940 00939 他回说 没有 我白痴吗 现在股票已经2万点了 现在买ETF 如果回温到1.5万 你觉得投入的钱会剩多少 而他的天文曝光之后 也吸引大批网友点头认同 很多人留言说 正忙着要下车 现在要上车的都太慢了 也有人说 这跟产业一样 一窝蜂都没有好下场 还有网友说实力好的不太可能买这个吧 更有网友同意说 本来他也失去理智差一点要抢进00940 但想到现在已经2万点了 现在抢根本就是当韭菜 于是自己就选择收手了 那我们现在YouTube直播间有开了一个投票 就要来问问大家说 你有买00940吗 那首先有四个 第一个是我有买 第二个是我没有买 第三个是说 我等他跌了再买 第四个是买他的成分股 那目前看到其实现在投票率最高的是 他很多人是没有买的 跟这个网络上的热潮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对大家可能很多人是我们的网友可能是说 我想静观其变 那样也带 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是因为大家有的人可能是怕当韭菜 或者有的人可能就会跟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陈烟厂的想法一样 就觉得现在已经2万点了 如果现在进场会不会有点危险 那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另外一支ETF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虽然都在封00940 但是另外一支ETF00915 他在最近这一年来 他的报酬是74.6% 真的是高股息的ETF当中的冠军哦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00915 他在3月18号 将会迎来上市以来的第五次除息 预计每股到时候是可以配发0.72元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投资的话 最晚最晚就是在今天3月15号 可以买进参与 那大家就会观察 为什么这个00915 他的表现会这么亮眼 不输给其他的高股息的ETF哦 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成分股 包含就是盘面上表现比较强势的个股 像是有这个长荣钢啊 星浦啊 太像啊 经济历程等等的 这些呢成分股 他都有亮眼的表现 所以呢00915 他的丈夫呢 也是很有贡献的 那就有财经达尔阿格力 他就认为说 其实这一支00915 他认为是被忽略的绩效冠军 那他就说 如果很多人都会跟他一样 有一个信仰 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避免被当韭菜嘛 不要一窝疯 他说如果你也是有这种想法的人的话 他觉得00915 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代表 因为呢 他算规模落后其他同类的ETF 因为他的这个规模呢 大概只有80亿 可是他的报酬 在去年却是最高的 等于说是隐形冠军了 让大家分享参考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转换焦点 带大家来关注 昨天晚上也是在网路上 引发许多人关注的话题 就是大顾湘萍的老婆 对 因为他从之前就宣布结婚之后 对于他老婆的身份证 是保密到家嘛 那其实之前外传就说 他老婆应该就是这个 前日本女兰的国手田中真美子 但当时呢 大顾湘萍是回应说 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啦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 但是就在昨天晚上 大顾湘萍突然呢 在他的IG的限时动态上面 放上了一张合照 看起来呢 跟一名女子 就是画面中看到这名女子 亲密的站在一起 而现在呢 这名女子其实就已经被 这个社群平台X承认 说他就是大顾湘萍的妻子 也就是之前外传的 日本女兰国手田中真美子 到齐头号球星 大顾湘萍在台湾时间 3月14日晚间 贴出一张照片 又将全世界闪下 大顾的爱妻终于曝光 就是大家猜测中的田中真美子 随后到齐官方也证实 田中真美子就是大顾的妻子 照片中田中真美子 紧贴着大顾湘萍站在C位 两人看起来相当亲密 先前大顾湘萍对于太太的身份 闭口不谈 甚至强调他只是一位日本的普通人 不过就在他公布结婚讯息时 马上就有日本媒体猜到他的爱妻 可能就是去年隐退的 前日本女兰国手田中真美子 而大顾曾谈过和太太 是在训练时认识的 几乎侧面证实了妻子的运动员身份 27岁的田中真美子 身高180公分 为日本前女兰球员 却在去年底退役后 吴玉瑾删光社群账号 如今惊喜出现在大顾湘萍的韩国之旅 让部分粉丝深信他就是盛传已久的 大顾湘萍妻子 而大顾选择在白色情人节这一天 正式宣布妻子的身份 不仅证实了传言确实不假 也格外具有意义 大顾湘萍贴出和老婆的合照 但其实早在公开照片之前 他公布喜讯的时候 就有很多网友都透过各种迹象 猜测他的老婆应该就是前女兰国手 田中真美子 大顾湘萍在宣告结婚之后 受访表示 两个人在去年就订婚 并强调老婆是一个很普通的日本人 但从各种迹象去证实 他的老婆应该就是前女兰国手 田中真美子 因为大顾在接受杂志专访时说 老婆比我小2岁吧 我今年30岁他应该是28岁 而田中真美子就是比大顾湘萍小2岁 此外大顾湘萍也透露过 跟老婆是在短时间内碰巧见了几次之后开始交往 是在训练的时候 这也跟田中真美子他是篮球选手 也需要训练非常吻合 再加上日本媒体有猜测 大顾湘萍的老婆是谁 有不少女生都出来澄清 而田中真美子是一直没有出来表态 大顾选在白色情人节这一天 正式公布妻子的身份 不仅证实传言不假 也格外有意义 那么其实大顾湘萍 他记在自己IG上面 他po出的是跟六个人的合照 那其实那个盗琪队 他随后又再度po了一张 是两个人夫妻俩的近照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画面上 哇真的是 两个人好甜蜜 最男美女的组合 就是因为有网友讨论说 他们两个都穿着黑色的衣服 而且他们脚上其实踩的都是情侣鞋 他们当时照片踩的 大家穿的都是那个情侣鞋 看起来就是男帅女美非常的登对 没错 而且也有网友就说 他们两个好像有一点点夫妻脸 就是长得稍微有一点点像 其实我觉得眼睛的部分非常的像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他们的眼睛就是 他们的那个卧蚕都很深很明显 对然后那个笑容的角度啊 我都觉得哇两个人真的是很有夫妻脸 那也有网友就说 好闲他的老婆不是模特儿 是运动员 所以他可以接受 但是也很期待 就是你看一个是棒球选手嘛 一个是前篮球国手 那到底他们未来生下来的小孩 会不会这个运动音超强啊 然后到底以后是要打棒球 还是要打篮球呢 其实这也蛮值得让人期待 而且颜值也觉得让人非常的期待 没错 好那其实这个大谷翔平 他在IG上面 PO出了这张照片之后 大家当然就在猜测嘛 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终于到齐队的这个官方X平台 他们就出来官宣了 他们就在这个照片下面的图说 他就说这个照片呢 是大谷翔平and his wife 就说 确认了 这个就是大谷翔平 跟他老婆两个人 站在一起的合照 那这个说明曝光之后呢 相关的搜索关键字 也登上了社群平台X的热搜 大谷翔平闪电公开 他的爱妻照片之后呢 到齐队随后就在X的官方账号 公开两个人单独的合照 并且正式介绍大谷身旁的人 就是他的妻子 形同首度官宣 而尽管先前网友就不断猜测 田中真美子 就是大谷翔平的新婚妻子 但是大谷本人公开照片之后 仍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网友们纷纷狂赞 两个人非常般配 而大谷夫妻 大谷的妻子 大谷的太太 还有田中真美子等相关的字句 也迅速的冲上社群平台X的热搜拍航棒 大谷翔平在IG上面曝光和太太的合照 就有网友推测 选在这个时候曝光照片的原因 不过这张照片还有另外一个细节 吸引了网友们的讨论 大谷翔平会选在今天公布照片 有人推测 因为在美国时间是3月14日 就是日本的白色情人节 要致命对妻子的心意 不过有眼尖网友发现 这个队友三本游身和一名男子疑似牵手 原来是错位造成牵手的样子 这也让不少网友歪楼说 这是三对家偶的合照 接着转换焦点 要带大家持续来关注凯凯的虐童案件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保姆的过往 其实保姆过往 现在就不停的被大家翻出来了 甚至就有网友发现说 其实这名流姓保姆 他曾经改姓 不过他们的邻居就透露了 说这名保姆他改姓 其实是为了要争抢胜益的家产 有保姆的邻居透露 这名流姓保姆家族有三栋房产 总价破1元 而流姓女保姆 她一家三口跟妹妹同住在公寓的三楼 一二楼则是出租 月租金大约1万元 流姓保姆被网友 从她的脸书上发现 她其实原本姓沈 不过根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流姓女保姆疑似是因为在外面欠债 所以才改名换姓 而有邻居也爆料 这名流女其实她本来是姓沈 不过后来疑似是因为增加产的问题 才会改姓流 不过目前这些说法都尚未被证实 火火虐死凯开的流姓保姆她的恶行再度被起底 但您看到是有一名网红 她叫做丧彪柳飘飘 她就表示有两位妈妈曾经收到流女所讨二手应用品的私讯 而且仔细看到对话 他们时隔一年 这名妈妈没有回复 但是这个流姓保姆她还是不死心的询问说 诶 请问可以送给季养妈妈吗 这也让网红直言说她的段数真的很高 丧彪柳飘飘在脸书粉专表示 有两位妈妈现身爆料 曾经被虐婴保姆索取二手应用品 从截取的对话可以看到 流女在2022年5月传讯席问说 有用不到的杯筋吗 帮季养妈妈询问 不过当事人没有回应 到了7月13日 流女不死心询问 可以送杯筋给季养妈妈吗 一路到了2023年的5月19号 又传讯息说 妈咪好 我找不到你的私讯 上标柳飘飘说 看得出对话内容是采取复制贴上 并且大量发出的方式 而且即便对方久未回复 虐童保姆都还会主动追踪 感觉就是一定要拿到免费用品的样子 此外她也从对话中发现 虐童保姆的段数真的很高 非常善于伪装 去犯下囚禁还有灵虐男友新欢 遭到警方逮捕 并且在保外生产之后 随即失联到现在还在通气当中 被留性保姆虐死的一岁男童凯开 身世相当可怜 父母至今都下落不明 据了解 凯开的母亲2021年 因不满男友令结新欢 竟将男友新欢关在家中 领虐四小时还未读 直到新欢逃出求救 凯开母亲才被逮捕收押 但当时的她已经有五个月的生孕 法院因此让她以三万元交保 让她保外待产 没想到她2022年生下凯开之后 就逃亡至今遭法院通气 凯开因此由外婆抚养 去年6月外婆想将凯开出养 9月才由俄福联盟 将凯开交给留性保姆托育 但没想到去年的圣诞夜 凯开就被虐死 来不及长大 而这起案件除了虐死凯开的 留性保姆之外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那就是负责这个案件的 陈姓女社工 就有检警透露说 她在第一时间 是配合保姆说辞的 当时是说凯开她是义奶而死亡 一直到检警 她们是取得了通话记录 这名女社工她才坦诚 是访试的资料有错误 对此被凯开称为阿伯的 灵性亲友就痛批 说女社工的日志报告中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根本就是满口谎言 根据联合新闻网的报道 承办人员透露 凯开送到医院急救时 女社工竟称主要照顾者 是男童的外婆 还配合保姆说辞 称凯开是义奶而亡 甚至在相宴的时候 跟保姆有说有笑 直到检警3月初 取得男童家属与社工通话记录 女社工看到铁证如山 才承认访氏记录有错 但不知保姆虐童 近日凯开亲友公布女社工 和男童外婆的对话记录 从中可以看到 社工当时采用保姆说法 说男童到保姆家后 频频磨牙 头部瘀傷 则说是到公园玩撞到的 当时外婆就忧心的说 希望如你所说 并不是有其他因素 结果女社工还信誓旦旦的回复说 保姆真的很爱凯开 我相信不是照顾上有什么问题 对此凯开的联姓亲友表示 根据诚信社工的日志报告 内容一再重复强调 凯开在前保姆家 就会骂脏话自撞 让她觉得很鬼扯 因为自己活了这么多年 只知道这个年龄的小孩 根本连咬字都不清楚 痛批一个成年人 竟然不知反省到如此地步 最后她也感叹 亲属的诉求很简单 就只是希望得到凯开死亡的真相 这名女社工被质疑有疏失 因此遭到警方是上口移送 现在网路上就出现了一派声音说 认为警方执法过当 不符合比例原则 旧网友在网路上发文留言说 现在判决都还没有确定 大家就将女社工当成是犯人 如果最后不起诉或者是无罪的话 谁可以还给女社工她的人生 有网友在D卡上表示 看见女社工被上钩的画面 让她非常的冲击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在被告判决确定之前 就已经被媒体跟舆论推定 有罪的情况发生了 网友就举例 过往的妈妈嘴命案当中的 吕老板 还有女魔命案中的梁小姐 以及去年才逆转的高雄保姆案 这些人在事件发生时 都是被社会千夫所指的被告 虽然后来不起诉还有无罪确定 但媒体却只是轻轻的带过 最后看到的是这些当事人 在用一辈子去抹平 永远无法遗忘的伤痕 而这名网友就认为 如今这个社会又用这种态度 来针对女社工 如果最后女社工不起诉 或者是无罪的话 谁能还她名誉跟隐私呢 她的贴文一出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说希望社工们都不要做了 我们就让这些伟大 而且正义的台湾网友来投入社工吧 不过也有人说小生命被虐死 但社工几次探访都没发现硬撞 真的无法说服社会大众说 社工有善尽他的责任 就在您看到的是日前呢 这个蒋万安针对这个院童事件呢 卫福部长学院认为说 小孩子都死了 地方本来就应该可以做检讨会议 是谁说一定要请示的呢 而此话一出呢 就引来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的不满 他死去日呢 在这个行政院会受访的时候呢 就回应说这样讲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适当 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还原事实 就是论事建构最完善的社会网 卫福部长薛瑞远他昨天说 孩子已经死了 地方也可以召开重大会议 为什么还一定要请示 你觉得他这段话这样子适当吗 这样讲话其实并不是很适当 那我想最重要应该要还原整个事实 就是论事 社会局在第一时间24小时内 依照规定进行了同保 那中央卫福部保护司也回复 并不适用重大虐儿防治计划相关的规定 所以卫福部昨天也出来证实这样的事情 那也即刻进行了计划规定相关的修正 市长所以根据你了解说地方政府 他们说可以自己召开重大会议 那你们这边是有召开的吗 我们今天有内部做检讨 所以大家也看到我们即刻也提出了各项的方案 那今天也到行政院会 把这些具体的建议让中央了解 反映我们地方在第一线执行过程 我们希望跨县市的统筹 中央地方一起努力的地方 而对于蒋万安的说法 卫福部长薛瑞元则是昨天在这个行政院会当中表示 重大的儿虐检讨会议 地方政府本来就可以召开啊 而且你要做的应该是通报中央 而不是寝室中央 薛瑞元就说这个责任其实大家都跑不掉 只是各自要承担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 他说卫福部不会撇清责任 因为卫福不知道有哪些必须要修正 之前有哪些沟通不对都会深刻检讨 主上有外界质疑说 您昨天说的那一句孩子都死了 地方可以自己开检讨会 不用请示是不恰当 没有办法 我不明白说为什么认为不恰当 我的意思就是说 孩子都已经死了 当然是重大的案件 重大案件就不需要再去分什么 家内家外的儿虐事件 孩子都已经死了 就是重大的儿虐事件 重大儿虐事件的话 本来就是可以马上来开这个检讨会议的 部长如果您就这个而言 北市这一块好像是有点责任 我刚刚有提到过 其实责任大家可能都跑不掉了 但是各自要去承担的责任 内容是不太一样的 那在今天在院会里面 我也跟院长还有大家报告 卫福部不会撇掉责任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有哪一些 必须要去做修正的 哪一些之前的沟通是不对的 这些我们都会自己深刻的来做检讨 而台北市议员许淑华昨天也在脸书上表示说 开开离世了之后台北市社会局才打电话给卫福部 讲完市长更是三个月之后才要开会 他就质疑台北市政府跟社会局到底在干嘛 许淑华说讲完市长在脸书上声称要等行政院 还有卫福部先把话讲清楚 要让儿福联盟好好的面对争议 但他就提出了两点质疑 首先根据社会局提供的记录 在去年9月26号就已经发现凯开有异常的情况 但当时却没有积极的处理 措施抢救凯开的黄金时机 第二等到凯开都离世了 台北市社会局才打电话问卫福部 是试图要推卸责任吗 凯开在台北市社会局打电话的当下 人都死了保姆也在警察局了 社会局才想到要打给卫福部吗 许淑华指出台北市明明就设有处理机制 台北市政府处理重大儿童及少年 虐待事件实施计划 到底是要等待卫福部回复什么呢 而虐重大事件也要人活着才有办法介入 人死之后才打电话就是在推卸责任 许淑华更痛批 事件发生三个月了 台北市政府没有检讨也没有作为 等到被媒体踢爆 第一时间蒋湾市长居然是要 陈建仁院长跟卫福部道歉吗 蒋湾市长在三个月后才在开检讨会 是开给谁看的呢 台北市政府必须要彻底反省 找出问题所在 强化监督机制 不要只会推卸责任给卫福部 男同凯开招虐死案件让许多有婴幼儿症在拖婴的家长都感到忍心惶惶 苗栗头粪有一名妈妈日前她在查看拖婴中心的监视器画面的时候 她就发现自己九个月大的儿子疑似被不当的对待 那画面中其实是这个小朋友她在椅子下面爬来爬去 那这个老师为了要阻止她 她就会把她用手推开 那但是可能是力道太大了 让这个小朋友直接翻摔了出去 那这名妈妈她昨天就向苗栗县议员陈光轩来投诉 并且立即通报苗栗县政府社会处要求进行调查 画面中清楚可见小男婴爬到老师的椅子下方 老师一手大力将她拨开 小男婴直接前滚翻摔出去 此时老师仍无关紧要的划着手机 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最近因男头砍开招虐死案件 让家长忍心惶惶 苗栗县头粉饰一名妈妈 查看拖婴中心的监视器画面时 发现自己九个月大的儿子疑似被不当对待 离可到拖婴中心要求检视画面 却遭到业者断然拒绝 因为越想越不对 才会寻求陈光轩运的帮忙 议员受理后 立即将画面提供给苗栗县政府社会处 这挥处表示确实有不当照顾的情况 已经介入进一步理清 他这个动作实际上并没有到虐待 或者是不当管教程度 但是我们认为真的有点太粗鲁 如果是我们自己家的宝宝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 这样子实在是有点不OK 所以我们还是会请这个拖婴 这个拖婴中心 拖婴中心来做一些检讨 请这个老师要针对这个部分来做改善 同样那您看到疑似是这个 幼师霸凌幼童的事件 在高雄的长春藤国际幼儿园 遭到爆料 由一名女老师她将 孩童的阅读卷 反复的丢到地上 而且还动手推孩子 让孩子不敢上幼儿园 家长到幼儿园了解情况后 非常的生气表示说 这简直就是霸凌羞辱 而多名家长要求院方要回应 并且通报这个教育局 结果院长却说 那么梅宇舞蹈还有足球老师 都应该要消失 因为他们都不具有教保资格 对此教育局就表示该名女老师 已经遭到了解聘 而且依法最重 可以对这名老师财罚六十万元 高雄长春藤国际幼儿园 遭爆料聘请大量不具教保资格的教师 不断羞辱性的乱丢多位学童的阅读卷 还动手猛推孩童导致跌倒 让孩子心灵受创 不敢去上学 事情爆发后 二十多名家长要求院方正式回应 并通报教育局 但院长竟回答 那梅宇舞蹈和足球老师都要消失 因为他们都不具备教保资格 家长质疑该幼儿园收费高 广告标榜多方全人教学 却聘请不合格的教师来冲述 这样的心态如何从事幼儿教育 教育局表示 接获通报后已启动调查 目前掌握受到不当对待的幼儿 至少有四名已介入并启动辅导机制 并将该员列为重点追踪击查对象 厘清是否还有其他受害学童 而涉案的女老师已遭幼儿园解聘 转换心情带大家来洗一下眼睛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香香的新闻了 高手林雅分局有一名女园警 她日前就帮这一名从印尼来到台湾 读书的大学生找回她遗失的钱包 那找回钱包之后呢 两个人就很开心嘛 在这个派出所合照 没有想到这照片放上网之后呢 网友都歪楼了 就觉得这名女警真的是好漂亮 很多人就在问说 想要知道女警的IG是什么呢 我们告诉大家 甚至现在还有这个留言就问说 请问那个林雅分局还有缺人吗 告诉大家我们找到这名女警了 其实她平常作风非常的低调 那她是在104年特考班毕业 通过实习之后呢 她就一直在这个开宣派出所 已经在这边服务8年了 不过呢也要让大家失望了啦 因为呢她已经不是单身 而且是已经结婚的女警了 哇 有点相信很多男网友都想说 哇 好可惜哦 很可惜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看着美女 就是欣赏她一下 她漂亮的样子 那如果觉得可惜的话 也可以欣赏我跟雅益漂亮的样子 没错哦 好 那接下来呢 带大家来关注另一起事件 就是呢大家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苏丹红食安问题哦 再来看到是人气百万YouTuber志祺七七 她日前就上传了一部影片 就是在讨论这个食安苏丹红的问题 她最后在影片呢就有结论提到说 团队在查完资料之后发现 这个苏丹红呢 她最多呢 就算是可能致癌的物质 其实没有相关的研究 是证实她有立即的危险性 所以大家或许可以放心一点 就是她讲了这些话呢就让网友开始觉得不是很满意哦 说你讲这句话是不是代表说呢 我们这个吃下这个都没关系呢 对那对此呢志祺七七的团队紧急发表了声明 表示确实是有表达不好的地方 声明里头就写到影片发布之后 我们有收到一些观众的意见 觉得志祺七七的团队认为苏丹红没有特别风险 可以放心吃 针对苏丹红可能造成的危害 我们除了在影片中有提到相关资讯之外 也进一步整理学者目前的评估 以及如果真的不胜吃到 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减低风险 若以我们的理解 这样的表述和志祺七七觉得苏丹红可以放心吃 应该是有一段距离的 但在网友们的提醒之后 我们也反省 认为有一些措辞的表达确实不精准 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对于脚本表述的不精准给大家带来不好的感受 我们觉得非常抱歉 所以我们想特别感谢每一位 愿意留言提醒的观众 为了在撰稿时 我们也会更加注意每一个细节 总统可以说这六七千位 甚至人说几万的位 这种很像风声 总统如果观察有六七千位的位 你总统要去观 这总统也会做价 那就没有事情做 那是在观大整个 包括说公文 总统入里万机 我说不要太骗 总统才三十几而已 三十几个公文 重要的到你那儿 让你要判断这样而已 两千控室 柔星这边这是千金万抗 甚至为人这位 总统领 最重高将 竟然鼓吹公 三斤有选择 三斤统帅的权利 你说我如果没有用唐辉 先来稳定精心士气 大家在那个时候 真的波头汹涌 政头骇人 我是不是可以顺利 来五岐库 来定机座位 还不知道 韩国有时候把你选择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不然都在学习你 还是你 他怎么会跟你选择 不啦 我们就是说公文 我也就要去休息了 在台湾的冲突很多嘛 主题冲突很多 我还算 学习就对了 你像我们的 实际上我们的医长 老看财 老看财 大三斤都打手 你记得一下 是不是 是 好多啊 大三斤都打手 那那个 梁士荣医长 梁士荣医长 去用先锤匹 是不是 是的 今天且有资率的大来宾 就是前从董 陈水扁 大家应该都还印象深刻 2004年 当时他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当时两颗子弹是一度被大家认为 他是自导自演 但其实陈水扁他在节目上受访的时候 他就说 如果当时没有这个319枪击案的话 我会赢更多票 真的是这样吗 那他也在节目里面 就提到当年的一些挑战 像是他一上任的时候 就面临了这个军系挑战 还差一点点就要被柔性政变了 更多关于他的政治历程 请大家待会1点时分的时候 要持续锁定我们的其有词旅 接下来呢 转换焦点要带大家来看到 卫福部前部长陈时中 他就揭露说 当初呢 他们跟这个BNT疫苗原厂呢 溢价是大约是美剂 单价是43美元 结果呢 就遭到了国民党立委 徐巧新质疑说 你这个价钱怎么会比 企业所采购捐赠的贵 就质疑了 这个价差到底是谁赚走了呢 对此王碧胜呢 他就用一张图来回应了 他就说 其实这三种状况是不一样的嘛 我们就带大家来仔细看看 第一种状况呢 是最一开始在2020年10月 那个时候全球的疫情都非常的严峻 可是疫苗是还没有供货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政府跟东洋公司洽谈了 但是呢 合约最后是没有谈成 不过呢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供货 所以那时的疫苗价格 比较贵是78美元 那接下来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到了隔年的1月 2021年1月 那个时候疫情一样很严重 而且各国都在抢疫苗 所以这个时候呢 政府跟BNT原厂洽谈了 就是合约内容当时是已经完成了嘛 但是是因为受到阻碍 所以最后这个合约是没有成功的 大家应该都还印象深刻 不过呢 因为这个时候疫苗已经开始扑货了 所以当然价格就会比较低一点点 是这个43美元 就是陈时中前部长讲的这个价格 那徐晓星直译的就是 2021年7月之后啊 到时候已经各国开始陆续解封了嘛 而且疫苗的供货就逐渐回稳了 那时候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台积电啊 还有鸿海永龄跟慈记啊 他们就是跟这个上海复兴 还有BNT原厂是多方签了这个合约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个合约疫苗的价格是31美元 王碧盛呢 他就用这张表来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这个疫苗的价格不一样 其实是因为他的时间的这个状况 当下的时空背景是不一样的 你越早谈当然一定会越贵嘛 那后来这个疫苗供货平稳了 当然价格就会越来越低 他就强调说所谓的价差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用这个降价来污指说 你是不是贪污啊 你是不是A钱 他就质疑徐曉星 这样根本就是毫无逻辑 而且是非常二直的说话方式 对那接下来呢 带大家转换焦点呢 来看到的是知名作词人何后华 他在数日离世享年59岁 而他在生前的时候罹患鼻嫣癌 他的个人脸书是由音乐人陈毅豪 来代笔发文 正是二号 最了解 残道大陆工作的何后华 在2004年9月被诊断出 罹患鼻嫣癌第三期 从此开始与病魔抗斗 何后华过年前 曾因双腿异常肿大 曾挂急诊 心想可能是和心脏有关 在2月27号的时候 发文透露身体状况越来越糟 最后一次发文是在2月29号 如今传出离世的2号 让是何后华为恩师的孙耀威 爱痛发文写道 后华你为什么不多等我一天 我明天一早飞机票都准备好去台湾找你了 何老师你是我的恩师 共患难的兄弟 无所不谈的挚友 谢谢你 非常不舍 但我们添加再见 接着把焦点放到南韩演艺圈 但您看到的是29岁的南韩女星韩绍希 她被募集和37岁的刘俊烈 在夏威夷的饭店泳池约会 而且对此双方的所属公司证实 两个人现在都是在夏威夷 没有错 但是强调这是演员的个人行程 不多做回应 由于韩绍希和刘俊烈被募集在夏威夷度假 双方出现在每晚要价2万元台币的高级饭店内泳池 暧昧互动 全被其他的游客目睹 引发外界揣测是否交往 而针对此事 刘俊烈的所属公司今天表示 刘俊烈因为摄影工作前往夏威夷是事实 请尊重这是演员的个人旅行 未来我们也不会对私生活空间传出的募集说法 一一进行回应请见谅 而韩绍希所属的经纪公司也回应 与亲密的女性朋友一起去夏威夷度假是事实 但其余部分属于演员的私生活 尽请谅解 双方虽然都没有正式练情 但也都没有正面否认 掀起外界无限的想象空间 台湾是南韩女神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到 来台湾发展将近一年的 啦啦队女神李多慧 最近因为休赛 所以其实她已经快三个月没有来到台湾了 那随着她的合约即将到期 其实未来的动向也备受关注 不过最近她的新身份就抢先曝光了 她将跟这个线上的教学公司合作 化身成为老师来教台湾人说韩语 李多慧大学就读于观光中文系 来台湾以前就已经有中文底子了 而她最近跟台湾的韩语老师共同规划 以每单元10到15分钟 总计约6小时的时间 除了教授基础韩语实用的旅游绘画之外 也将会分享她的私房 韩南观光景点与美食 预计在6月会开始募资 而李多慧是否与乐天桃园续约 目前仍然是未知数 先前也曾经传出台湾跟南韩 都有职棒啦啦队与她接洽 而最近李多慧则是在自己的IG小帐发文 用韩文写下 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们快点见面吧 引发了许多台湾粉丝直呼 要她快点回来 而也有网友从她身上穿的红色衣服 猜测她会不会是在暗示 下个球季将会在乐天 或者是在卫全龙 不过目前都没有获得李多慧的正面回应 刚刚就有网友在问说 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每日一字呢 是有的 我们今天每日一字 上面一个言 下面一个悔步 这个字要怎么念呢 我们来看看选项 选项一是谢 选项二是言 选项三是重 选项四是淡 好难猜哦 完全没有一个头绪 我觉得都很像 都很像吗 我觉得都很像 那我选 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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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选谢 你想选谢 我在谢跟重之间有余 真的吗 好 那我听 我就选重 真的吗 你已经立刻改答案了是不是 立刻改答案 因为我没头绪 我就想说有边读边 对 好好好 我们待会再来公布答案 那到时候再拜托我们的Critus 来帮我们统计一下 今天我会不会依旧保住我的第一宝座 还是我又让给了这个 敬老真血让给表舅妈了呢 待会就知道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大家看到的是 大家相信 一定都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呢 渊渊相报何时了 因为呢 真的是没完没了 但你看到的是 台东市的民航路 在9日凌晨发生了一起飞车追逐枪案 而这名主嫌廖姓男子 他以1万元交保之后呢 因为不满仇家邓男呛瞎 于是他觉得要讨回来 就在13日的深夜 召集了兄弟 组成了球棒队 到这名正男的这个 经营的电子游戏场来砸电 没有想到这名邓姓男子 他就带着人马又杀回来了 双方人马呢 是进入了一片混战 混乱中呢 甚至还有人被车撞飞倒地 而警方到场之后 立刻将双方人马带回 全案依照涉嫌妨碍秩序 伤害已经毁损罪嫌 来依送法办 根据这个监视器画面拍下 廖男一方深夜涂驾车停 在电子游戏场的门口 有5、6名扼煞手持刀蟹球棒下车 挥棒朝着玻璃大门一同乱砸 但廖男逞凶不到30秒 糟杂的店主邓男 就拎着砍刀率人马强势杀回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而警方到场之后 将双方人马带回 初步了解主邪廖男的头部刀伤 任带断裂 邓男则是左手臂遭砍伤见血 全案依妨碍秩序 伤害及毁损罪嫌宋办 解方强调 廖男等人交保之后又再度犯案 严重了影响治安 并依法从严处置 接着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新北市板桥区有一名保全 他为了要筹措自己 卧病在床弟弟的医药费 于是他透过女儿的闺蜜 就认识了一名在做放款借贷的男子 那这名男子就对他谎称说 你可以用这个房屋抵押的方式 将你的房贷 还有这个医药费做整合 就用一堆话术就对了 就欺骗这一名保全 要他陆陆续续签下了 1010万元的本票 但是最终这名保全 只有拿到仅仅40多万元 而且当他发现自己受骗的时候 房子已经被法院给法拍了 导致他最后是抑郁轻生 甚至是留下了遗书 写说我去阴间讨公道 警方在之后是将这名男子逮捕 依法送办 新北市板桥区一名林姓保全 为了卧病在床的弟弟 筹措医药费 透过女儿的闺蜜 认识做放款借贷的留性男子 刘南谎称可用房屋抵押的方式 将房贷与医药费做整合 话数他签下共1000多万本票 最后却只拿到40多万元 今年3月 林姓保全发现自己受骗时 价值千万的房子将被法拍 林南苦无对策 又没钱找律师 最后一遇而终 并留下遗书写道 我去阴间讨公道 而刘南不知林南已经离世 打算隔日登门催讨接待立席 当场被埋伏的远警逮捕 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林姓女子 因此无法移取布巾 起了联系 故意当日软间 先往起因布巾的住所 发现其布巾 躺在床上无反应 地上留移出还有烧探工具 警察 林姓男子 申请因续前控机 曾经由 林姓男子 代办房屋 贷款 贷款的整个 职者林南 同于前千 330万的本票无法回还 不只能再签下530万的本票 刘贤 得知林南自杀身亡 一日前往林南的住驾 一日再度 以划处匡骗 林南的家人 基本局派员前往处匡 一线警犯逮捕 巡肉依炸西伟文重力 宇宙该管辖的地方也要出生犯 接着带您看到 外籍移工来台湾找工作 一位应征的是养鸡工人 没有想到却被骗去坐鸡 这事发生在云林 今年警方他在1月初 接到了民众检举 指说云林系罗有一间养生馆 有12名的越南籍中国籍女子 被一名65岁的台湾男子 以及41岁的越籍外配 共同逼迫工作 以合法来掩护非法 逼迫这些女子从事性交易 以及按摩的工作 如果不从呢就威胁他们会被遣返回国 而云林地检署近日终结侦查 将被告的情侣党以人口运犯 还有恐吓等罪嫌来起诉 无良情侣请移工来帮忙养鸡 结果却把人家骗去按摩 甚至还要穿的性感低胸 进行半套性交易 这对情侣林南以及越南籍的河女 在云林西罗经营养生馆 日前以农场养鸡厂员工的名义 引进了包含河女的包妹 弟媳在内共四名越南籍女子 还融流了其他六名外籍配偶 让她们以低廉的价钱来帮客人按摩 说好来台湾养鸡 结果实际上确实按摩 而且还不仅仅只是按摩这么单纯 老板娘河女还要她们穿得越性感越好 低胸加短裤来帮男客人按摩 并刻意触碰敏感的部位 让客人心痒痒 再进行半套服务赚取小费 这些女子如果不做的话 河女还会说 从事性交易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来逼迫她们 而且每个月还要她们交上 五千元的人头费 警方接获检举日前将情侣两具体盗案 检察官侦查终结 认为被告林南河女均设有人口犯运 恐吓等罪提起公诉 另外带大家来看到一则夸张的新闻 有一名张姓南大生 他为了要诈领保险金 竟然是异想天开 把他的脚放在这个装了干冰的水桶面 长达十个小时 导致最后呢 他的双脚膝盖以下是冻伤 坏死必须要截肢 而他在截肢之后呢 他居然去跟保险公司说 他是业余冻伤 因此呢申请8张保单 总共是4126万元的理赔 不过因为投报时间实在是太相近了 最后还是被试破 云林一位张姓南大生 与他的高中同学廖南 以假冻伤症截之手法 扎领保险金 据了解 张南和廖南在去年1月26号 先骑车到新北市三重购买干冰 深夜回到廖南 位于台北市中山区的住处 由廖南以束带将张南捆绑 固定在椅子上 让张南把双脚伸进 放满干冰的塑胶水桶内 张南就这样忍受干冰 造成的急动刺痛感 廖南则在一旁录影拍照 之后张南被送到台北马街医院急诊 历经了一个礼拜的治疗后 人在2月6号因双侧小腿以下 四度冻伤 两脚膝下双双被截肢 但张南后来陆续以汽车夜游 遭冻伤为由 向五家保险公司 共申请了八张健保 受险旅行平安险 等理赔共4126万元 并顺利炸得23万元 不过由于出险金额太高 且在环岛出游前几天才购买 保险公司认为不符常理 认为张南偷报有诈宝情势 向刑事局提告诈欺罪嫌 经调查完备后 检官署已诈欺 帮助他人致重伤等罪嫌 将张廖两嫌依法提期公诉 高雄市警察局严陈分局 日前发布了帮外籍人士造计程车的新闻 虽然没有想到被基层远警开轰说 这根本就不是警察的业务范围内 警察不是打杂的 没想到现在三民二分局又发布了 有男子醉倒在路边 朋友叫警察来帮忙把他的朋友扛上计程车 因为他的朋友超过100公斤 太重了 对 叫警察来帮忙 而这个新闻一出之后 又有基层远警非常的生气 表示发这样子的新闻稿 根本就是在作秀 12日晚间远警接获通报 见信路上有男子醉倒路边 经了解43岁的带兴男子 与友人至KTV欢唱饮酒 高兴之余竟把自己喝醉 且无论如何拍打摇晃也交不信 带男体重超过100公斤 六名友人多次尝试 亦无法将其扛上车 并搭载返家 无奈之下只好行求远警的协助 远警听闻后 立即驱车前往现场 并于现场指挥分工 与带男的朋友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其抬上车 来 3 2 1 Let's check 可以吗 女生那边可以吗 我可以了 1 2 3 1 2 3 1 2 3 怎么做这样啊 有人们对于警方的热心协助 表达万分感激 没想到看似是一桩美事 却让基层远警炸锅 基层远警认为 警察不是免费的堆高机 硬是请家属到场协助 或是自费聘请专业人员协助处理 怎么会是找警察帮忙 不仅开酸 根本就是浪费社会资源 大家就等到每日一次答案来了 音同蛋 我们都猜错了 好啦我们来看看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解释好多 它是说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之一 这个民族叫做蛋 那他们呢平常是居住在大陆地区 广东跟福建沿海一带 那他们主要呢都是以这个捕鱼啊 或者是行船来作为他们这个行业的 好那我们要记起来 原来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 少数民族的名字啊 叫做蛋我们要记得咯 好那接下来呢带大家看到的是最近话题很热的 周楚除三害喔 在里面呢相信大家对这个尊者的角色 感谢尊者 没错都非常的印象深刻 但是呢就有一名网友他就说他最近经过新北市某个路段 看到有一间炒饭店的招牌 发现这个大头天有点熟悉耶 让他想到这个周楚除三害的尊者 结果呢原想到呢这个炒饭店他老板的真实面貌也随之曝光 原抛在脸书社团贴出照片 画面中是一间炒饭炒面专卖店的招牌 而招牌上面印着老板卡通化的肖像大头贴 仔细一看大头贴从脸型头发到配上眼镜之后 散发的气质 这张牌上的logo非常相似 那今明两天包含昨天其实我们都经历了就是雨虽然没有很大 但是会有一些漂流的状况发生 那所以今天其实普遍在比较偏向是北部地区 或者是马祖这个地方 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情形 如果我们从雷达回坡图上面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降水的回坡 都逐渐地从华南这个区域 福建这个区域逐渐地移出海 然后影响到台北、桃园、新竹 大概是北部这个区域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其实在中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回坡 正在移入当中 所以我们预估今天其实在中部以北 以及东半部地区 可能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发生 而在南部的山区也有可能 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大家也提到今明两天 各地的云量应该是会比较多的 所以在中部以北、东半部 还有南部的山区 可能就会像这样子 雨势虽然不会很大 但是可能会感受到 有一些降雨的状况发生 其实是一个温度逐渐回升的趋势 在礼拜天以前 基本上都是逐渐地回暖的 我们预估到了礼拜天 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5到28度 但是我们也要留意一下低温的部分 其实低温都还在20度左右 甚至以下 尤其是北台湾 所以早晚还是比较凉的 第一个是 今明两天的天气 我们可以提到 就是在华南区域 还是有一些雲系逐渐地通过 所以今明两天的天气 还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的降雨 太可恶了 我们俩今天都完蛋了 没错 因为蛋输了 真的完蛋了 真的是淡淡的哀伤 没错 而且我还掉到了第四名了 没关系 我相信我们再接再地 很有机会的 下个礼拜一大家同一时间 要记得持续锁定 ET无间新闻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黄凯懿 我是黄雅懿 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看见天下风云事 岂有此理 董仙姬 评论政治 提前事 来 反正志好 岂有此理 开讲 每次都封闭 这位景飞